农历7月15中原普度民众准备击败败贡品 除了常见的三生事故之外 也会根据协一挑选具有好兆头的祭祀品 或是避免一些禁忌物品来上桌 来自台南的布东医院重工室主任李正宪 对于挑选贡品他有一套学问 必备三宝来祭拜 让业务工作可以顺利执行 全体护人员手拿三柱清香礼拜 展现成心 祈求好兄弟庇佑 不过看上去最有诚意的 还是这百到快要满出来的风生贡品 泡面 饼干 饮料 饮有尽有 宽待好兄弟 饱餐一顿 那眼跟姜的话其实是比较古老的传统 就是姜的话是山珍 眼的话是海味 说到中原普度祭祀贡品 除了一般常见的三生四国外 有不少民众也会特别准备 谐音带有好兆头的贡品 像是象征顺利如意的乖乖饼干 或是天好运的汪汪饼干等 但是针对不同的职业类别 也衍生出不一样的共评学问 来自台南的布东医院 正峰市主任李政宪 就自成一套正峰普渡 必败三宝 能够协助业务顺利执行 拜那个大乖乖就希望我们那个 就是可以好运这样子啦 拜这个预察员就希望 如果遇到我们要一些要调查的事情 可以圆满的调查成功这样子 那蜜蜂的话是因为我们正峰市 另外有管我们的保密业务 它就是蜂蜜的意思 就是那个秘密可以保存起来的意思 每道庄园普渡各类禁忌与拜拜物品 因为扯上好兄弟变得敏感 但最重要的还是前进的心 和环保不浪费的祭祀文化 才能让地上地下过个好劫 继续小家会台东市报道